美国洞穴探险家迪基 前往土耳其第三身的莫卡洞穴 进行研究的时候 突然因为消化到出血 二号以来就受困在地下 一千多公尺深的地方 消息传出之后 来自各国一百七十名专业的救难人员 纷纷投入救援任务 但是因为难度相当的高 抢救任务等于是跟时间赛跑 40岁的美国洞穴学家迪基 跟另外三名美国同号 前往土耳其第三身的莫卡洞穴进行探险 被困在地下一千多公尺深的地方 等待救援已经将近一个星期 迪基进入洞穴之后的第二天 就因为不明的原因消化到出血 情况危急 索性一名匈牙利的医生 在救援人员引导之下 找到了敌机进行初步治疗 输血六公升之后 病情转趋稳定 欧美各国的救难队纷纷赶往救援 在洞穴的入口搭建基地营 但不见天日的地下 低温只有摄氏4到6度 而且通道狭窄蜿蜒 许多地方连担架都无法通过 洞穴地形复杂 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探血家 体力充沛 也要15个小时才能到达地面 因此这场高难度的救援行动 可能要好几天 甚至两到三个星期才会完成 成立编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